好 孟阿姨 玲玲的住院手续办好了 这个疗养院真好 山清水修的 玲玲一定会喜欢 知良 我想跟你聊点事 孟阿姨 没说过 公司里面最近出了一些怪事情 有人要搞垮你大船而已 想搞垮我 我们两个人垮了 因此工资就彻底完蛋了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吗 办法当然有 得有人去做 孟阿姨 我们家两代受您和宋阿姨的答案 现在你们有了难处 如果我能做什么 您一定要说话 风险太大了 弄不好的话就没法收招了 孟阿姨 到底是什么事 让一个人避走 那倒不能 那倒不能 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个狱友 他曾经用一场车祸 让一个人永远地闭了嘴 只盼了三年的时间 怎么会呢 那只是一场交通肇事 但是 他们是要收费的 钱没问题 多少都没问题啊 那就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孟阿姨 您看这一路下坡 而且周围没什么人 我感觉挺适合发生一起车祸 行 就在这儿吧 别的事情我来处理 够了 你们今天到底来是来做什么的 今天你们两个人招呼不打一声就从天而降 你们两个人齐齐登场 是不是又设计了一个圈套 设计完子涵再来陷害我 他只是写了一篇文章 说了一句真话 至于你们像这样称惶称恐吗 直到引来天崩地裂的灾难 直到达上自己的性命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直接和那些地产商打仗的副市长大人 你在想什么 你就没有一秒钟的时间停下来想一想 来来来停一下停一下小梅 你刚才这么大一段台词啊 我看到的都在一个调门上 没有层次知道吗 有时候啊有些戏啊 你要把它处理得压低了也 这样呢可能会显得更加有张力一些 层次要分明 好不好 来 从刚才那个点再来一下 够了 你们今天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招呼不打一声就从天而降 今天你们两个人齐齐登场 是不是又设计了一个圈套 设计完子涵又来陷害我 他只是写了一篇文章 说了几句真话 至于你们像这样的称惶称恐吗 直到引来天崩地裂的灾难 好了 停一下 好多了 记住这几个点 那个好少你那不行啊 我告诉你 你那个出戏了 你他们俩人发生这些冲突啊 这些你要密切关注的 知道吗 要有反应 好 知道了 你注意力要集中的啊 这个地方啊 不能跳戏啊 好 来 我们从这接着往下接继续 这个戏叫什么名字 跟你有什么要求 你想过吗 我想过 你帮着拍一下 我谈点声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干什么呀 你看到了吧 我刚拍一个新戏 你不是被剧团优化掉了吗 怎么又让你来拍戏了 剧团呢 接到一笔神秘的赞助费 只明让我来倒戏 还不告诉我是谁赞助的 平坚啊 你都一把岁数了 可别是什么大老板 看上你了 瞎说什么呀 其实呢 我已经知道 这个赞助人是谁了 谁呀 宋大川 大川 他彼此见安心里有愧 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找平衡 你在问这个戏 叫什么名字是吧 叫背叛 背叛 所以呢 我想这个月的例行聚会 请大家一块来看 这个戏的彩排 你不会是指仨骂怀吧 真聪明 所以雅琴 我想请你帮个忙 还是由你出面 通知大川 北斗孟元他们 好不好 兵娟 这么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做亏心事 还怕鬼敲门啊 好吧 我负责通知他们 那你们彩排 定在什么时间啊 明天下午两点 好 我有件事情 一直想找个适当的时机 再告诉你 什么事啊 现在说呗 那我跟你说了 你一定要理性地去看待 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行了你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就是那天你 离开南口港之后 我跟刘嫂聊了一个通宵 她把误会咱们俩关系了 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的往事 我的什么往事啊 她让我好好待你 因为你 因为你 没爹没妈 从小就是被王老师捡来的 老师杨 这是一幅多少年来不变的画面 不论多忙多累 王北斗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女儿做饭 看着王北斗忙碌的身影 王粉寇无法把林森林告诉她的身世 当做一个真实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王北斗不是自己的母亲 还有谁应该是 你回来了 赶紧准备吃饭 饭好了 粉寇 我让跟你说啊 你这几天又没好好吃饭 冰箱里的东西我看几乎都没动 你怎么混过来的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汤 知道妈今天为什么做这么多好吃的吗 主要是为了庆祝 咱们母女二人并肩作战 联手打了一场漂亮战 粉寇 法院呀 已经把南寇港的案子判决下来了 你看 飞龙电池厂赔偿村民们 一亿两千六百万 这进攻账里面有妈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 这老话怎么说来的 打虎 亲兄弟 上阵 母女兵 我喜欢看看 为了 你 再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怎么啦 妈 有妈告诉人家人说 是我是你前来的 是我是个亲一 这就是我发现你的时候 你穿的衣服 外面裹着你的毯子 华为把实实真相告诉你 你恨我吧 恨 为了瞒我 你编了那么多深我燕我的故事 还逢人就说 为了瞒我 你想尽办法不让我去南口扛 其实你费尽心思做这么多事情 就只是想给我一种生活 一种没有自卑 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 幸福快乐的生活 没错 你真是想让我去南口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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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准备 对我来南口扛 去南口扛 你真是想让我去南口扛 那些美女便能看住 你真是感受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前不懂事 我任性 我老逗你耍性子 我觉得你给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应该的 可是今天我全明白了 妈 你放心 我不会 我不会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我不会再让你为我担心了 我要好好地生活 我要好好地孝敬你 妈 妈 在我的心里 你一直都是我最爱最爱的妈妈 别哭了 别哭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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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狠心地抛弃我 现在一定也不想把我找回去 我有你一个妈妈就够了 那你误会他们了 我敢打赌 他们俩要知道你还活着 非疯了不可 妈 这不会是你对我隐瞒的 另外一件事吧 你别误会 我当时发现你的时候 就这些东西 任何其他线索都没有 我就是想查 也无从查起啊 可是前不久 我意外地知道了 你的生身父母是谁 他们是谁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父亲自徒安稳 母亲就是你大川阿姨 你疯了 不行 我是疯了 我要是不疯的话 余景生怎么会死啊 我要是不疯的话 我怎么会把我亲生儿子送到牢房 我要是不疯的话 您怎么还会坐在这儿 还不是坐在班坊里面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会与你这么看的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等着公安局来抓我们 第一个抓的是我呢 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到那个窗户揭开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粉扣是北左的名字 虎都不识字 我们总不能 连骑士都不识吧 那阴子两千人物又怎么办 他也问那粉扣的灭的话 宋老师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曾有什么换奖了 如果王粉扣不死的话 你我就得死 月儿 现在 你也知道你的生身父母是谁了 至于下一步怎么做 你将怎么面对他们 妈也代替不了你了 自己做决定吧 突然从天上掉下一对亲生父母 我还是他们的非魂生女儿 这也太荒唐了 你千万别称怪他们 他们当年并没有遗弃你 他们不知道你还活着 以为你死了呢 你明白吗 你再说了 他们是你的生身父母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对了 对了 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 他们也应该有权利知道 自己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女儿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我也是前一阵子从石树上那儿得到的消息 后来我就一直在想 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妥善圆满地处理好 我首先要征求你的同意 因为你最重要 我不希望你的感情 我不受到任何伤害 还有这件事情 不光是涉及我们母女两个 司徒安闻是那么大的一个领导 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那会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想过吗 还有大川 他已经有家了 整个事件如果就这么揭开的话 老实又会这么想 不过 这么多年 大川确实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跟司徒安闻也就见过几面 这一切就成了忘年交 这一切呀 都是血缘 在起着奇妙地做呀 妈 我知道该这么做了 监视频 监视频 发生 励队 找上 ash 嗨 下决心吧 本口还在等着你的电话呢 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你不要信命好不好 我不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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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咱们坐着这儿 干等不行啊 事情不会自动了结的 我说过了 你不要错人了 你长我长记性 我长 我长 我长记性 下午三点钟 我们到话剧团的剧场里边 去看陆平均彩排 同一时间 王粉扣去疗养院的路上 这样你跟我 都没有在现场的证据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机会 要是错过了 我们就再没有生存的可能了 好 乖 喂 喂 大川阿姨 大川阿姨 你怎么不说话啊 喂 粉客 你干嘛呢 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呢 我也想见你 那好 我们约个地方见面吧 岳湖疗养院 岳湖疗养院 在什么地方啊 雪岭山 南西公路三十五号 那我们什么时间见呢 三点 下午三点 好的 我知道了 下午三点我一定准时到 下午三点 再厘 下午三点 老三点 ING 快 store 喂 林森林啊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 你就给我打了 我跟你说 喂 喂 喂 林森林啊 我手机没电了 刚才没说完 大川阿姨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了 他约我下午三点钟 去岳湖疗养院见面 岳湖疗养院 那么偏的地方 他说了要跟你谈什么吗 具体的没说 应该就是案子的事吧 你先别走啊 等我 我马上过来 喂 林森林 喂 小沈的车出去了 我叫辆出租车 我们打车去 岳湖疗养院 那么远的地方 干吗偏偏在那儿啊 我小阿姨 也就是大川阿姨的妹妹 在那里疗养 她肯定是去看她妹妹 顺便约我谈点事 那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吗 多习惯啊 别把大川阿姨吓着 我做你司机肩保镖嘛 反正到那儿我不下车 你去办你的事好了 这样我才放心 好吧好吧 反正正好舍得我自己开车了 笑着用 走 走 林森林 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 这事挺处杂的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那你就想好了再说吧 我写了一封信 发你邮箱了 情书啊 别臭美了 又不是写给你的 是写给两个 对我来说 特别特别重要的人 我想请你帮我参谋一下 你晚上回去赶紧看啊 看完了给我出出主意 看看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这个心理医生可不是免费当的啊 我这个心理医生可不是免费当的啊 可不是免费当的啊 你这哥们没问题吧 放心 这种刀头舔血的买卖 我们不是第一次做 价钱 就按咱们说好的 五十万 预付的二十五万 带来没有 车上 记者 告诉他 坐完车之后 确认成功了马上离开 那万一有目击证人啊 大不了就是个交通肇事逃逸 判不了几年 这你比我清楚 行 就这么定了 我关他剩下的二十五万 事成之后 你得立即付齐了 钱不是问题 今天晚上就会给你 但你一定给我交代清楚了 万一要是给抓着 一定要咬死 这只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 要是把我们给掉了 我和老板都饶不了你 知道了 我们快点行动吧 等一等 在这儿等我一下 听我的指挥 我会通知你的 好 莫衍 英俊 大川 怎么才来呀 戏走开眼了 那个路上堵车 大川 谢谢你啊 为这个戏提供的赞助 平心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希望你的心机能够好一些 我心机很好 走吧 看戏吧 好 看点 看戏 在韩大理的时候 我正在国外访问 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没想到 一年零五个月过去了 我想她不一定愿意见到你 所以我也不敢来找你 怕万一被你驱赶出门 那你怎么知道 今天我就不会把你赶出去 小梅 你听我说 我也是有苦衷了 小梅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招呼不打一声就从天而降 你们是不是一起来接我的伤疤 嫌我好得太快了 是不是 你们今天两个人齐齐登场 是不是又设计了一个圈套 设计完子涵 再来陷害我 她只是写了一篇报告文学 她只是写了一篇文章 说了几句真话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像这样诚惶诚恐吗 知道你们天风地裂的灾难 知道她搭上自己的性命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直接和那些地产商 打交道的市长 还在干吗 你每天就知道 周雪云那些官僚和富豪之间 你就没有一秒钟的提示 你是在想一想吗 还是在想心思 是一个林子涵 不是我说你啊 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的出手有太重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估计啊 她是被你的戏啊 给伤着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你看出来 那你告诉我你想到了什么 我还怕她看不出来 就是你从来不敢见我 你不是怕看见我 你是怕看见你自己 你怕看见了我 就召见了你自己赤裸裸的虚伪 可你还需要力气支撑你走下去 像个人样的走下去 我同行你哀悼 可是你还要拿我们三十年的友谊 来陪葬吗 你好了够了 难道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要这样互相接窗疤吗 谁不是背叛自己才得以活到今天 你大可以向全世界控诉我的罪行 我的见利妄议 我的卖有求荣 你去啊 但是我希望你走出这间破书屋 面对现实 话筒在你手里 笔也在你手里 你想怎么喊就怎么喊 你想怎么控诉就怎么控诉 但是我希望你出来 帮助我 你什么意思 你真的觉得我们三十年的友谊 是可以用来这样挥霍和浪费的吗 对不起 我不会你的背叛买单 这不是交易 这是我们曾经共同的梦想 你忘了吗 那就伸开你的双手看一下 你的梦想 是不是已经被血染的线红 你没事吧 你真的逃得了责任吗 一封魂不上说的呀 你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可你却偏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还不算茶还没凉 你又把国导推给了自己人 不敢 有底线吗 告诉我 你的底线在哪里 不能复了 现在你让我开心了 这是一个最强的世界 虽然搭上了子函的一条性命 让我再和你同流合污 恕难从命 可能上厕所走 走走 走走 你干吗 孟元 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取消 取消什么 取消这场车祸 这不是定下来的事情吗 你看看王背头 是个人就下不了手 他要是没有了风扣 你让他怎么活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想过没有 我们俩怎么办 因子怎么办 我管不了这么多 你给我听着 我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现在必须立刻收手 马上提下来 你听到了没有 谁要敢动风扣 我就敢动你了 他们上路了 他们手机全关掉了 我根本就联系不上 你知道吗 那好 我直接给风扣打电话 你想过没有 这是自杀了 你走开 我快接电话 我快接电话 我求求你快接电话 你快快 你快快 是天意吗 我快点进去看 你先走 我不带你 我的罪孽是洗不净的 不过 在我临走之前 请看在老朋友份上 接受一点我的心意好吗 这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子涵 我这里有二十万 他穿哪儿去了 放心 都是干干净净的 他公司里面有点急事 就让晓风去美国好好念书 没什么 而我 他去哪儿了 公司里面有点急事 谢谢你告诉我 这些钱 走不出 躺 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还要不要 我报警 对 报警 再过十分钟 三点整 在通往越湖疗养院的南西公路上 会有一场车祸发生 对 你们务必阻止这场车祸 绝对不让它发生 你们要对这场人命负责 我没有开玩笑 我就是一切知道有车祸 你们快去 立个进去 立个进去 快 师傅 你赶快开啊 警察罚多少钱我都给你双倍裹回来 大姐 你看这路堵的 我这是汽车 不是支撑飞机 我不能从他们座上飞过去 你要是不行 没准还快一点 你从对面瓦路冲过去 那哪行啊 那是逆行 要吃罚丹的 严重的话还要扣车呢 师傅 我有急事 人命关天 你能不能帮个忙 这些都给你 到了目的地 我再加一杯 那好吧 就帮你站回了 快点 找死啊你 师傅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什么不好意思啊 你会不会开车 不是 我赶路 我这赶路呢 赶路 你是赶死去你 师傅 怎么开车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逆行 懂不懂加重灰色 对对对 我错 我错 注意 那辆灰色的车已经开过去了 准备行动 明白 科学的准备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